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妮嘛 大家看到题目了 谁说家庭主妇就不可以追星的 以望就是一个追星族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刚才其实本来想拍一个关于 我最近就是学股票的一个视频的 然后在拍视频之前 我实在忍不住就发了一个朋友圈 因为我最近是一不小心掉进了 陈情令的坑里边 这个电视剧其实在一年前已经发布了 但是因为我最近有空 然后我就看了陈情令这部剧 然后一下子就一发不可收拾 完全掉进坑里了 然后我刚才我就在朋友圈里边 就发了一个信息 微信里面发了信息 说怎么一下掉坑里边出不来了 因为最近一直在看这么个花絮 然后联系剧都看了好几遍了 然后就有很多观众朋友就回应我 原来在坑里的姐妹还有那么多 其中有一个就忍不住 我说一不要过来跟我聊一下 就碰到知己了 然后我说我们谈到发布有圈吗 他就跟我说 他说一方不行我也发布 感觉会被人家笑 我说凭什么 谁说我们家庭主婦就不能追星了 我说我呢是一个很疯狂的人 做什么事情 我都是喜欢很投入的那种的 我说给大家讲一下 其实我在八九年前呢 就在那个时候我是在 就是我自己做生意之前那段时间 有一个空白期 就是我既不用上班 生意还没有开始 一个空白期 你知道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 那个时候呢 我就当时就在喜欢一个明星 就进入了这个明星的俱乐部 而且呢 在那个明星俱乐部里面 我自己有一个聊天室 搞得非常大 就在里面就是带领一帮姐妹们在追星 还搞了很多大的活动 然后而且还搞了一些很有意义的活动 为了这个明星 其实我觉得呢 有很多时候 男生们啊 男士们啊 可能看到老婆 或者看到女士们这么疯狂 不肯理喻啊 但是呢 我觉得追星这个东西呢 我们因为我们的年龄在这里 我们不是小迷媚啊 不是说哎呀 人长得帅就跟着人走了 不是怎么回事 陈清令呢啊 我觉得我们会迷进去呢 说起实在话 我记得我这么多年来啊 长这么大 唯一有两部剧让我掉坑的啊 第一个呢 就是流星花园 第二部就是陈清令啊 就是我也觉得很奇怪 而且陈清令是属于一个 呃 就是同性之类的一种一种爱情啊 但是他这个CP呢 就这一对呢 实在是太甜蜜了 这也可以在感 这也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爱情感情里边 就这种呃 懵懵懂懂啊 就这种啊 不清不楚啊 就这种暧昧的状况 其实是最甜蜜 最值得让人磕糖的啊 所以呢 这个我觉得这个影片 可能也就是 为什么我们一直 无法自拔的原因吧 但是呢 这个 但是呢 因为这部戏的内容 就讲得特别特别好 我光是看内容 我也学到很多东西 就是体会出很多很多的东西 当然这些呢 完全可以忽略掉 完全可以忽略掉 这就是大家就知道 为什么最近我在学跳舞 最近为什么我在玩滑板吗 因为 因为最近在迷什么 在迷里面的王一博 王一博今年才23岁啊 然后刚才一朋友 跟我聊天的时候 我们俩就在 哎呀 他发了好多 王一博的表情包给我 然后我就说 哎呀 王一博太可爱了啊 我说 就是一个很直男 就是想到什么 就说什么的那样的男孩 很直 很善良 然后呢 就是很努力 做事情就很专一嘛 然后我觉得他身上 有很多很多特质啊 说到这里啊 然后我记得和我聊天 那个没妈妈 他有个儿子 我有个女儿 我俩都属于妈妈级的 他说 哎呀 脸都不要了 我说 那有什么的 我说我们真心 可以让我保持年轻吗 是不是 我说 一个小猫 为什么就活泼可爱 因为他总是有一种 很兴奋 对生活有热情 一个老猫 为什么给人感觉 就很无聊 就是因为 你看什么眼神 都是很平淡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而我们的心态 才决定了我们的实际年龄 所以我觉得 我们应该保持 这种年轻的心 当然 当然 没有说那么夸张的 追到多夸张啊 但是呢 我觉得 喜欢明星完全没有错误 而且 家庭主妇 追明星 根本就不是问题 好吗 为什么男生 看到漂亮女孩 也是两眼发光 为什么我们女生 就不能看到小男生 就两眼发光呢 是这样的啊 我家里人是不会管我的 就是他们就是很 OK 你爱做什么 做什么 因为他们也知道 我也不会做出 这么太过格的事 是吧 但是我在这里 要给我们姐妹们平反啊 谁说家庭主妇 就不能追星了 谁说我们就不可以 喜欢这种 这种很年轻的明星了 对不对 当然 有很多时候 我觉得 喜欢一个明星的 最主要的一个方式是 他可以帮助我们 成长啊 就像我一直减肥减不下来 我现在决定减肥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说 这么这么老 这么老 还追星 就会被人笑 我这么老追星 等我瘦下来 年轻给你看看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 我要把王英国 做成我减肥的动力 不为了别的 不为了别的 我就是不喜欢听 不爱听别人说 谁说年龄大的 就不能追星了 就让我想起那个时候 就看流星花园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有一个 日本的老奶奶 大概是七十多岁 七八十岁 很老很老了 然后他就当时 就特别特别喜欢 里边的那个严承旭 就上台去抱他 拥抱他 就特别特别迷他 我觉得老奶奶 真的太可爱了 我们要保持住 这种年轻的心态 永远保持住 像小猫一样 对生活充满着 憧憬啊 希望啊 开心 好吗 所以说呢 身边的老公们 不应该阻止你的老婆们追星 因为追星可以让你们的老婆 永远保持青春活力 这个青春活力 其实便宜的谁 还不是便宜老公吗 对不对 你的老婆恢复了青春活力 他始终还是在你身边 他也不是嫁给他明星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当时就是刚才在拍视频之前 然后就和我的那个 网友在我微信群里边 在我微信里边和那网友聊天了 聊天之后我就心里就不服 我说这有什么好丢脸呢 这有什么好被别人笑的 难道我们年龄大了 我们就不可以追星吗 难道我们就不可以做 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吗 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是我的自由 而且特别像我们的年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了 我们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了 我们可以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情 当然我们又不是出轨是吧 虽然可能有的人认为 追星有点像精神出轨的感觉啊 但是那有什么关系呢 那样至少可以让我们保持 这种年轻的心态是吗 好了今天讲到这里了 下来观看啊 记得如果还在坑里的朋友呢 可以给我留言啊 我们一起来讨论陈情令 好了今天讲到这里了 下来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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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